流氓总统川普最近终于做了一件人事 可是他做人事的目的不存 他最近在他的这个rally上集会上 就是为这个共和党就是拉选民的集会上 号召他的这个他的这些粉丝去施打疫苗 一度被虚 但是他的理由是你们施打疫苗 你们才能活到明年中期选举去投票 所以他就变相承认了 施打疫苗才能够拯救生命 他一直不是辱骂掩盖新冠疫情 这个轻忽疫情 说这个疫情是民主党的hoax 疫情是民主党的骗局 现在等于是自删耳光了 他承认这个新冠病毒是deadly virus 对不对 说明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化精 对不对 他一直都在都在拿人民的生命当他的政治赌注 这个王八蛋他真的是不得好死的 现在他承认了 不小心就说话就露线了 就说他希望他的选民能够去打疫苗 要不然你活不到明年中期选举的投票 所以我跟你说就算他们去打了疫苗 他们也活不到明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命中该死嘛 对不对 不戴口罩 光打疫苗有屁用了 对不对 一样会被deadly virus感染 一样会死得很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川普这个王八蛋呢 真的是满口跑火车 对不对 以前说什么新冠病毒可以不治而遇 晒晒阳光 接受一下紫外线的照射就死 这个就就 新冠病毒就好 就就就被杀死了 你甚至可以通过打这个消毒液 洗衣服的消毒液 来杀死新冠病毒了 所以你看川普这个人呢 他说话总是 后面的话就能把他前面的话给推翻掉 总是能够自删而光 你就知道 他说谎都已经说习惯了 他都不觉得他在说谎 因为他嘴里没有一句是实话的 所以说谎说久的人连他自己都信了 对不对 所以这回他号召 他的那些 那些像像这个邪教 邪教教众一样的这些追随者 打疫苗居然会被虚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他背叛了他的初衷 因为他原来那些阴谋论 被自己被推翻了 对不对 现在他希望他的选民打疫苗 是因为希望他们能够 活到明年中期选举投票 能把这个共和党拱上台 做梦娶媳妇啊 那是不可能的